旅游金融科技公司Hopper公布新数据 2023年秋季机票价格 不仅比去年便宜9% 且比2019年便宜10% 此外 9月和10月的机票价格 更比夏季旅行高峰期的平均价便宜了29% 简而言之 计划秋冬季出国旅游的民众 都有机会省下一笔可观费用 此外 美国旅行专家斯科特·凯斯还建议观众 要计划乘坐便宜航班 首先可使用价格监控工具 以实时获取最低价格提醒 其次 尽量选择工作日而非周末出行 最后 感恩节节期间 是飞往国际目的地的隐藏旅行黄金周 因为不仅机票价相对低 且能体验到目的地的节日气氛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